朝鲜正式将在6月发射第一枚军事侦察卫星 让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 就在日本扬言不惜摧毁任何触犯领空的朝鲜导弹后 韩美情报部门也密切关注朝鲜动向 时时追踪 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副委员长李秉哲 今早通过朝中社发布题为增强自卫能力的文章 透露朝鲜将在6月发射第一枚军事侦察卫星 以实时监测美国的军事活动 李秉哲强烈谴责美韩的联合军事演习 展示了他们肆无忌惮的侵略野心 虽然朝鲜没有具体说明 间谍卫星的确切发射日期 但朝鲜日前已经通知日本 传达预计将在5月31号到6月11号期间发射卫星 促使日本将导弹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置于戒备状态 请不吝点赞 大家订阅一下 请不吝点赞 大家订阅一下 将来推荐 转发射税